他们说您是成都最歪的老板 你看我歪不歪嘛 歪是什么意思 是厉害的意思吗 对对对 我看着还好吧 没有传说中的那么歪 他们是大夫来说 现在在这个店门口啊 看现在十一点半左右 门口已经放了很多板凳了 都趴在这个板凳上来吃 咱们这儿的招牌是什么 是回锅肉面 就这个是卖的最多的 像平时能卖多少 多少碗有数码 千八碗 千八碗 成都这边就有吃这个回锅肉面的 回锅肉是我们树上的贴心 回锅肉是道菜 然后后来把这道菜加到这个面里了 是不是有很多人都要再加一份肉 加哨子 加哨子 就只加哨子 面都只哨子了 还要加一份 什么都可以吃 这个回锅肉是只炒肉吗 没有可以吃辣椒什么的 有 这家面馆开了有多少年了 20年了 20年 上次正街39号 招牌就是那个回锅肉面 这个是那个高汤吗 这个 这不是高汤 面汤吗 就是面汤 我们本有高汤没有吃 我看都煮的变色了 我还以为是高汤呢 面汤 你看路在加水 一直在加水 像这一锅的话最多能下多少碗 四十多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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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的时候就要炒肉 中午水在这儿 奶奶一锅 你都看见了 等一下四十多碗 等下四十多碗 高汤 高汤 下四十多碗 阿姨您昨天 你们昨天是不是没开门啊 休息 我们节假日都休息 周六周日也休息 对 休息 嗯 今天是休息 只有工作日才开门啊 对 一般来说 吃饭不是周六周日人会胖多一点吗 不行 我要休息 我不敢多不多 我要休息 要休息 就是从开业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吗 对 咱们这一天要准备多少斤面条 有吃吗 两百多斤 这个是在调这个碗底的这个料 每一碗都要这样先调出来 桌子上摆放的这些料啊 都是刚才调好的 老板说这么多重我还不够呢 还要一直在调 我看屋里面有桌子 为什么您要趴到这个板子上来吃啊 习惯了 习惯了 您吃了他们家这个面味道咋样 可以啊 可以 经常来吃吗 老店 老店 嗯 吃了 可能有20年了 哦 吃了20年了 成都人是不是吃面的习惯就是有的就趴在板子上我看 嗯 就是习惯改变文化改变形体 哦 喝茶 茶麻酱 嗯 对 喝习惯的图案是 对对 我看成都好像特别多的麻酱馆茶馆 喝爸爸茶 对 哦 成都人喜欢喝爸爸茶 成都本来就是一种休闲 休闲旅游城市 对对对 哦 哦 他吃了 嗯 你们这些东西也去掉了 我看他们最有点虽然 对面 现在这些东西还没收到 他们的地方 都已经在买了 不 很多人 对 我看来 我看你们这一份面里面加的肉还挺多的 才卖12块钱 我觉得也不是很贵啊 很实在啊 我们的东西 对 都是工人嘛 大工做都不容易 我们有个学院就可以了 也是很多的啊 多的多小嘛 对啊 就要这碗面 15块的那个 大碗 3块干的 拿个糖吧 拿个心 大碗 小碗 小碗 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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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多一点千碗面 尝一下这个上池面馆的招牌回锅肉面 这个呢是12块钱的小碗 一碗呢大概就是二两面的样子 然后上面加的有这个回锅肉炒好的 拌一下 这回锅肉炒的很香啊 拌的时候就能闻到了 这个回锅肉炒的很好 肉里面带着一点点那个青椒的那个辣味 而且炒的特别香 这个肉呢就是那种五花肉 然后炒的呢基本上肥肉很少 应该是把那个油水都给煸出来了 这份12块钱 里面给的肉量还是挺多的 我觉得还是挺实惠的 回锅肉的那个汤汁满满的都裹在这个面上面 它跟我们平时在家炒的那个回锅肉还不一样 在家平时吃的那个比较干一点 这个就是汁水比较多 裹到那个面条上就特别香 在我的身后这个楼洞里面 两边满满当当的都是放的这些板凳 我看有很多吃面的呢 就直接趴到这个板凳上面来吃 12块钱的这一碗有面 然后有肉 还有这个菜 确实是吃的挺饱的 嗯 嗯 嗯